沒有人權就沒有奧運 No rest, no game 香港人民喊個口號好不好 我認為北京政權就是中國 並不適合舉辦奧運活動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的違反了奧運的精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重蹈歷史的覆測 1933年當納粹崛起的時候 很多的民主國家曾經想要抵制 但是在柏林舉辦的奧運 可惜那一次並沒有抵制成功 結果1936年代在柏林的奧運 成為納粹 就是宣揚自己政績的一個大好時刻 我們的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 在抵制北京冬奧 都沒有相關的一些作為 這是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部分 但我們公民社會還是會不斷的呼籲 我們的政府其實它可以做得更多 它可以扮演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一個國家 那唯有如此才可以去區分 區隔出台灣雖然地小人籌 但是我們在面對人多 然後影響力很大的中國的時候 人權的價值才是我們不被統一 不被侵害的唯一的一個盾牌 一個利器 我們要邀請長崎演藝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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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邀請人們的一位